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中国禁止使用Facebook 欧盟也对该公司对用户个人资料的使用 实施最严格的隐私保护法案 美国国会如今更是轮番轰炸 扎克伯格领导的这家公司 父辈受敌 成为众矢之敌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一年来Facebook实在是成了国际老鼠 到处挨打 到处认错 该公司最近终于承认 至少与中国四家电子产品公司有数据合作 其中包括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而美国官员则认为 华为的设备可能成为政府支持的间谍活动工具 Facebook称 计划在本周内结束与华为的数据分享合作关系 目前还不清楚Facebook何时将结束与另外三家公司的合作 这三家公司分别是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手机生产商 广东欧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和中资电子产品综合企业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Facebook的高管为与华为合作辩护 称Facebook用户的数据并未储存在华为服务器上 Facebook发言人说 该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和一名工程师 会在APP部署之前加以审核 确保数据未存储在设备公司的服务器上 而周一纽约时报爆出 Facebook常年向苹果等60家公司提供用户隐私信息 报道说在过去10年中 Facebook与至少60家设备制造商 包括苹果、亚马逊、黑莓、微软和三星 达成了协议 向他们提供用户隐私信息 这些协议中的多数仍在生效 Facebook允许设备公司 在没有得到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 访问用户朋友的数据 即使他已宣布不再与外界分享此类信息 纽约时报发现 一些设备制造商甚至可以获取用户朋友个人的信息 即使这些朋友认为他们已经禁止了任何分享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发表后 一些美国议员称 他们认为自己被Facebook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误导了 4月份扎克伯格在作证时曾表示 Facebook在2015年对外部人士获取数据进行了限制 Facebook负责移动合作业务的副总裁 Verala就该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的问题发表声明 声明中称 华为是全球第三大手机制造商 全世界人都在用华为的设备 包括美国人 他表示Facebook以及其他很多美国科技企业 都曾与华为等中国制造商合作 将服务整合到后者生产的手机中 Verala称 Facebook与华为联想 OPPO和TCL的整合 从一开始就是受控的 我们对这些公司打造的Facebook体验感到满意 考虑到国会人士的关注 我们希望清楚地表明 与华为进行整合后 所有信息都储存在设备上 而非华为的服务器上 他同时辩解 设备方面的合作不同于 向学术界和移动应用等第三方提供的数据 Facebook每份设备合作协议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谈判 Facebook正在应对剑桥数据相关危机的后续影响 剑桥数据曾不当获得了87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 此次危机引发了对Facebook平台监督不利的质疑 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扎克伯格上个月还因此两度现身美国国会作证 之后扎克伯格又到欧洲议会接受议员咨询 并再次就庞大用户数据外泄和未能有下打机甲新闻 则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 但是被批评回避问题 有消息称 欧洲立法机构对Facebook的关注不止于数据保护 国具政治经济欧洲中心智库的创始人Frederick表示 数据就是新的大宗商品 它将决定未来竞争的模式 如果某家公司掌握了太多的数据 或许就应该将其分拆 以确保公平竞争能够正常进行 剑桥数据的丑门曝光后 大型网络公司和小型软件开发商 在分享客户信息方面可能受到严密审视 严密的审查以及可能将有的监管动作 或许会影响谷歌 推特 优步 领音 等许多其他公司 这些公司的用户数据都有开放给外部开发商使用 Facebook 谷歌 以及第三方服务等平台之间的互联 是当代网络的核心部分 它使得用户能从新闻网站 快速将文章分享至Facebook 以及用谷歌账户登录购物应用 在经营控并确保海量平台的数据安全问题上 立法者和科技企业之间的交锋升级 Facebook这起事建议出实现数据分享的应用程序接口 也就是API 变成了这场斗争中的新战线 制裁威胁已经促使科技企业更好地监督 他们服务平台上的不当言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年9月 美股将进行行业板块划分调整 调整后 一些最热门的个股 比如Facebook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将不再属于表现最佳的科技板块 而会被划分到电讯和媒体类股 由于全球行业分类标准的大规模变革 将在9月28日生效 追踪电讯科技和非必须消费品板块的基金 将不得不在这个日子之前 进行数以10亿美元计的股票交易 以调整手上持股 GICS自1999年 一直由标准普尔公司以及MSCI运营 得到了投资组合公司的广泛应用 GICS将企业划分为11个板块 最新的板块是房地产 2016年从金融板块当中划分出来 即将到来的变动旨在反映各行业的持续演变 但尚未最终敲定 Facebook和Alphabet将被移出信息类科技板块 加入AT&T板块 电讯服务板块扩大后 也将更名为通讯服务业 在各方重压下 Facebook将何去何从 让我们拭目以待